这段第129至第144场比赛现在开始 现在介绍部长财务员运动员 1号台财务员王毕丹 运动员陈平 李赫 2号台财务员吴宏达 运动员张冲 李乔 3号台财务员邱铁男 运动员马瑶 张建芳 4号台财务员御 运动员张旭杰 刘勇 5号台财务员彭冲 运动员张昆彭 孟凯玉 6号台财务员许家明 运动员包广播 贾浩晨 7号台财务员门雨晨 运动员刘广播 赤燕亭 八号台 才配 运动员 冯勇 张建伦 九号台 才配人张义 运动员 李中阳 王浩 十号台 裁判员 吴敬 刘晃 严建伯 十一号台 裁判员 曹新 运动员 李胜超 赵岳新 十二号台 裁判员 刘温 运动员 徐和 厄美 厄美 十四号台 裁判员 孙岳 运动员 钟世嘉 居热提 十四号台 裁判员 韩志涛 运动员 张和声 王伟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 听我口令同时出干 预备 三二一开始 马海涛获得开球选择权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乐家购物中心 乔士杯2015中18球国际大实赛 分战赛北京战 即将进行的是第二阶段 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了 为您直播的是现在画面上的马海涛 对阵乔凤伟 这场比赛刚才也说过了 有一位神秘的解说嘉宾 也是签约双折的名将 谢哲辉老师 但是我们的解说嘉宾 贵哥你好 大家好 比赛开始 第一局马海涛开球 十秒 大力开球 很多球手在TV台都选择中立开球 尤其是有这个垫片的情况下 现在这个球形稍微有点小复杂 花色球没有比较好进攻的线路 全色球最难处理的应该是右上方 黑巴旁边的一号球 这一号球左上角会不会能够有下呢 是不是可以交个细位去打 10秒 觉得这个局面不太好处理 也选择了一杆防守 先等一等 但是这杆防守并不是很理想 把对方的12号球打到了右上角的带口 这样花色球现在显得比较主动一些 谢谢 谢谢大家 用12代开1号球和8号球 这三个组合球 看了运气 这个球我觉得好像应该带开1号球 我也是这么想 因为13号球可以有单下的 我现在得看准度了 好球 好像中带是不太够了 但是9号底带一定够的 但是选择较位的情况下 这个球有些难度 第1号球底带 下回拉 选择很稳的推进 然后右上角的底带 一个低竿横台 力度稍微大了 8号球你的 那在打8球的过程中呢 像这种8号球打起来压力会特别的大 好球没有问题 第一局小凤伟胜 比分1比6 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马海涛 他也是一位一名非常出色的老球手 应该是76年 76 他的对手呢是乔凤伟 他是75年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位选手 乔凤伟是来自麒麟 然后马海涛是来自内蒙古 内蒙对 这是两位70后的老将的对决 辉哥也是70后吧 我记得 对 我也是70后 在去年 应该是在去年啊 突然兴起来了一波 第二局 老将 应该说是以辉哥和李赫为代表 这个还拿了一战冠军啊 在此之后呢 就好像70后的这个年龄段的老将啊 有过一段时间不错的成绩 包括这一战王延 刚刚也是4比9落后 最后决胜局 反超进入了第三阶段 刚才那一场是 王延是4比9逆转 十二号球中的 这颗球选择了 但是没有效果 会不会有一点点啊 就十一穿十四 但是可能难度至少是难度不小 我们这个角度有点看不太清楚 对不太看得清楚啊 就穿完之后 十一效果也不一定好 因为角度是 离中带的角度比较大 侧面很斜了 那通过这个 打十五的力道来看 应该是十一穿 十四是有下的 这些比较老的球手呢 他们在打球的过程中 相对比较严谨 控局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防守 比较好 火号球抵弹 十秒 犯规 可惜 这杆球没有处理好 自由球 他这样可以开七号球 七号球应该是中带不够下 现传吗 14号球中的 这个十一号好像不够了 选择十五 中低杆的右侧旋转 在一裤或者两裤 K一下十一 这时候打得太厚了 那么马海涛就 有了比较不错的机会 看看这杆是否能把握住 好球 这样局面就看着比较明朗 但是从现在一二的位置 关系来看 还不是说推一个二一的角度 就很好 迈涛也在琢磨一二 我到底打哪个 这种球还是要先打二号 让母球尽量取得高一些 然后再选择一裤或者是两裤 来叫三号球 像这种角度 至少吃底裤 衣裤 如果控制好分离脚 可以做到三号 右下角底带 看看 就怕这个出问题了 可以离也没运气 有的时候这一点实在太难控制 这个球挡得不多 不是特别来跳 三号球你在 刚才稍微抬高一点 就可以 不用过多的抬高 过多的抬高 会损失掉准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球打厚了 他的本意应该是放在9号的这个位置 然后通过13、15黑八来做防守 3号球几贷 我选择了一个放弹 这颗球是可进可不进的 还是继续选择一杆防守 选择主动防守 其实是可以横 叫15黑球 但是觉得不稳妥 还不如让对手去解这一杆 打开3和9 想赢得更稳妥一些 3号球几贷 但是我们看 刚才他这杆防守 如果能把10号打得离 下面的带手近一些 就比较好 像目前你看形成这种情况 对手即使说 没有把3号解禁 但是说你上手的这个球也会很有压力 甚至没有特别好的机会上手 这样就要防得比较严了 非常的离张爱近一点 清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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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颠ira 跳球 跳薄了 这种跳薄球还是难度比较大的 最优秀 15号底弹 15号球底弹 这都来借一下 这样比较稳妥 10号球 高干一酷 8号球中的 第二局 小峰尾胜 比三 2比0 剩一个球 确实比较痛苦 其实已经解三号 尽量往右下角仰 那个已经不错了 是 中石八球 就是说 它的特点 就是先上手的一方 如果打不没 就会变得相对比较被动 然后 球多的一方 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来进行防守 转变局势 来进行防守 来进行防守 准变局势 第三局 马海涛开球 依然采取大力冲球 6号球底带 这番球的重点 4号 不知道有没有打3号的角度 打进右下角 来就一横顶一下9 4号同一个带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角度 这个2号的角度 有向左的 有向左的角度 但是我们具体看不太清 是不是能顶到9号 直接顶9叫4号 3号4号一块叫 也可以往9和4号中间顶 这个力道就稍微重了一些 我现在只能停止进攻 选择防守 现在小 现在小 小号球还是占有一定优势的 从目前的球势来看 现在10号球右下角的底带是有进攻的机会 但是会很拼 选择轻打11 做干防守 再弹起来 他的本意是想轻碰一下15 然后用15来做 这么看应该是有 的 谢谢大家 四号球右侧中带有没有 离得这么近 四号球中带 这要发很大力 好像也没有太想进 发特别大的力 可能球杆要送得多一些 容易连击 因为白球左上方 有一颗花子球 容易 对 就打到别的球 然后白球一停那种连击 这个就传得非常准 现在四号 有没有单下 有单下 说不定有青海线路 四号球中带 有打到三号 今天绑到三号 所以没有犯规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 花子球是非常主动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效果也不错 在十五的下边偏右 十三的右边 这个地方 打好像十一十二 都能把拍照控在这个区域 他还真不是 他要给对手留下 能打的这个角度 我觉得他 我没太看懂 就是想要高质量的防守 还是想连攻带手 如果说连攻带手的话 那打的稍微有点歪 如果说单纯防守的话 我觉得质量又不太高 其实刚才打十一 有机会是两个球都挡住的 有机会是两个球都挡住的 是两个球都挡住的 会议会是两个球都挡住的 或许会是两个球都挡住的 但对手没有 这个12号球进攻非常坚决 现在左下角的两颗球 9号和 和14号 是有机会打组合球的 也可以单叫 刚才好像镜头13也是有下 可以直接去叫14 也是过来看看 也像这样的机会 可以选择叫多个 即使叫不到14 还有11 10号可以去调整 14号球几的 递干 打11叫10号 同代 选择高杆推 左手选手刚刚好 打8的时候不别扭 别多走 8号球几代 这个左手是不是 第三局 马爱涛胜几分 1比2 谢谢 哎呀 咱俩这个合作 晚了四年 我不知道辉哥还记不记得了 11年 耳朵思战的时候 当时你和余光余老师一块聊天 我路过的时候 就聊去过这个事情 对对对 然后居然到了15年 11月份 咱们才开始说 中间也是几经辗转 包括后来比较固定的勇哥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手 关键你 你成绩靠前吧 找不着机会 总想是 怕影响比赛啊 但是因为现在在16强以内 而现在16强还没有进入比赛 晚上抽完签之后啊 对对对 不一定是明天后天了 才 不一定是哪个时段 才有比赛 所以辉哥今天晚上 也是直接来过来啊 先把这个说了 第四局 乔凤伟开球 下面我们看一下 两位选手的第四盘球 看看乔凤伟的冲球 也是冲大力 你看你注意到没有 就是他当他冲大力冲球的时候 三脚架的第二排球 三脚型的第二排球 都是过中带的位置 就是在我们 我们落点都是我们中带的上方 对 因为他反作用力会大一些 你的角度 靠上 挤压的不够 这个球型花色球 不错 10秒 我觉得应该是先打15号球 然后 带下1号球 延时 花色球就开了 然后可以最后调整 14号球 就黑帮了 他想全色 他觉得 这样什么都不用K 全是单独的 1号球 准下 不是问题了 7号球 可以推上来 叫1号球 左侧中带 偏值 他要低竿吗 这是苗的低 苗的低 这样这个角度有点往下 看这个球型 不是很理想 4号 好像 哇 能不能过来 4号能过还好 好像 咬住了一点点 到另外一边来看 因为这球有5号可以衔接 所以你也不一定非得发大力 小扎一下 进来的话 还是有前台线路 4号 4号球几代 低竿 10秒 好像有点多 多了 这个局面可以 可以 推13号 底带 然后 白球尽量往下走 可是可以是连攻带手的一点 如果进了 可以进攻 15号球右侧中带 感觉这个好像是单纯的防守 那放的位置啊 根本不去考虑5号 我也沉下去 3号更活一些 就可以了 这样我建议应该是在防守的过程中 应该把14打开好 因为现在出现了一颗3号球 这个3号球对于14交黑吧来讲 它还是有很大影响 可是可能因为 比如说14和4之间 有某种关系 它不想动这个14 它觉得可以打进就不动了 5号球几单 这个球 这个球 那个薄无厚啊 如果打厚了 有摔带的可能 方规 真是这样 自由球 没有4号可借了 刚才辉哥也提过 3号会影响14交8 4号还在带口可借的时候 还好一点 现在就是 属于没什么太大用的球了 先打掉 因为现在8号的位置不错了 刚才8号是比较靠上的位置 这个局面 只要考虑好最后用哪一颗球 交黑吧就可以了 然后围绕着这颗球来进攻 这颗球 调整的不是特别的理想 这个12 15两颗 始终是没有 没有动 其实这两个球 早早打掉一颗 因为位置重复嘛 打掉一颗可能会比较好 小心 这站已经有不少碰球反规了 估计老江乔宏伟也是听 有听说 自己特别注意 没有必要勉强 角度是不是稍微有点大了 而且不仅仅是进球难度啊 要是这一推 白球会分离到3号左边来 会有点危险 打包了 出现问题了 其实刚才它整个这几颗花色球 我认为出现问题的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 两颗或者三颗中间的这三颗花色球 没有留下了其中一颗 然后来调整黑拔 这样把母球的走位的距离相对要比较近 最后九角拔好像是最遥远的一颗 比较好控制 那么很简单 一盘球就容易这样丢掉 其实老江有自己的选择 只是一般规律好像那个14颗留 较会拔 因为也不是说多铁裤 而且离带口也不远 但他选择先打掉之后 一直都没有调过来 对 包括他最后三颗球的时候 九号也可以选择 向下的角度 左边打13的 左边中带口13打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可以叫9号 然后用那两颗位置重复的 12 15呼叫 可能都会比留下9号强了 那这个都是没办法后悔的了 这样比分拉到2比2 2比2 8球的比赛过程中 如果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手会越打越好 因为他感觉总是能找到一些机会 你老打不完吗 给他个信号 那么他打的时候就会比较放得开 其实刚才那几颗球真的是太不应该 可能是一上来 不仅仅是手紧 其实一上来脑子也紧 容易出现一些自己打完也后悔的球 低杆打完左侧这个球以后 选择右侧中带进攻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没有履清思路 甚至他刚才打的最开始用架杆打的边口球 第五局 马海涛开球 这是14的那个吗 对 也可以得到最后打 是 因为那个8号已经在下面了 对 那个一清推就过了 我先上手啊 打这个比较薄的11号 那这么看好像14左备中带就应该是有下球 没有任何障碍 一个一个打 现在这个局面就可以把15留到最后来打 应该是12号球底带有下吗 12号球 先打9 912两颗 现在10号球是不是有下 这些应该是奔着10号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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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绕两裤 912 14这三颗的也都有 这玩意运气还不错 那现在就应该是912 14 14号球中带 8129几代 好球 第五局 乔峰尾尾胜 比分3比2 14 推一裤 推一裤之前碰到5号 再上空再出来啊 我觉得这根就叫的是个亮点 当然了 首先是14角度出问题了 对 是之前那根低杆拉的一点多 没有形成自然向上的角度 这个处理还是很漂亮的 这个处理还是很漂亮的 第六局 乔峰尾开球 目前来看两位选手在 冲雪这个环节把握的不是很好 还有这么一种可能 我不一定 我觉得不一定啊 就是他也不想冲着那么好 他旁边又不禁了 留下一个好人好事啊 对对对对 他还是会有些顾忌是吧 这两个人很默契 一上来就开始就拼套路嘛 六号的角度也不是很理想 打2K5他又不舍得 10秒 六号要是有一个 比如连变一库扫到1那是好 但是他觉得估计不是这角度 一号手中的 一号 好球 好 现在这个角度 六号有没有低干黑黑8的 线路 但是这个角度得非常的敏感 差一点都不可以 这个角度真的可以 有 二次撞击效果还真不错 其实我认为这个球应该 对某球回对线来控制的准确一些 然后轻力K 然后这样K到黑8的 交到三号 对交到三号 这样会显化一些 这样三号现在也是个难点 但三号现在如果较位 勾仔细的话三号 右侧中带可以接黑8进 有翻吗 11号有打 好像不太够翻 5 4 3 2 这样是不是可以先打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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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秒 5 4 角度好像够K哦 这个球就是还是要跟K来打 因为旗号离带口比较近 然后你想第一张K5号的情况下 一定要对这个进球点要确定 因为你打偏一点它也可以进 但是某球回那个线都不一样 容易早吃苦 像这种情况就属于打的有点薄 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 就专心的打进 这个球难度比较大 还是打薄了 从这个形式来看 我第一感觉就是这10号可以最后打 直接叫8号装弹 也是比较顺的 好准 其实如果是我打的话 我会先打10号 哦 那想法正好相反 因为是这样这个局面呢 因为刚才白球的位置 打10号比较好调整 然后叫左侧的13号球 然后连接下方的球也比较容易 就是连接刚才他打的一颗 角度如果合适可以轻K 角度如果过直可以单叫 然后这样因为5号现在的位置 它很别扭 你要抓这个机会 因为5号现在给你形成不了压力 即便没有10号也不是什么大压力 而10号你如果留到最现在最后来打呢 也不是说不可以啊 就只不过可能是每个人思路上的习惯 先打10号的选择就是决定进攻 这样的打呢 就是说连攻带手的打 还有后手的打法 现在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我建议他应该打 中低竿的右侧旋转 吃两裤来叫 这样面比较广 好球 稍偏薄吧 感觉好像不是特别顺啊 一个进球难度 一个白球弹出来 角度怎么样 这样8号有点小难度 8号球中弹 不要推太轻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容易出现 你毛变线 可以 可以吧 可以吧 这样 这杆球打起来也有点难度 现在5号球 还是应该继续来往 5号球底盘 带口去包 然后让母球贴近右方的裤边 虽然对方有解禁的机会 但是也没有办法 没有更好的办法 会不会有切呀 刚才那个球是不是有 先吃库后勾到球 然后没有吃库的现象 那球没犯鬼 那球没犯鬼 不是没犯鬼 然后他要看办法 看不了 有可能会来我们直播间看回放啊 咱们稍等一下 应该是经过记录裁判的辅助判罚 来做出判罚了 那么 看看够不够切 另外是 8号9号的 应该选择一库来挤 这样 这个时候两库 这个时候两库好像 有点难 因为距离比较远 稍微有一点点拼插 有没有十加球 擦肩而过 方规 自由球 8号球中弹 第六局 马尔涛胜 比分3比3 这个球很可惜啊 看巧方伟选择两库解啊 从刚才那个球来看 我还是倾向于一库解 当然辉哥也是同一库 他非要两库解 也许是平常对这个 就从一个底带啊 到对角 两库勾中带 这个线路有练习 所以他感觉有把握 对 对这个线路比较熟悉 但是这个 我们经常打球的朋友 都会了解啊 这个台尼的新旧 对这种两库球的旋转呢 他影响会很大 是的 稍微差一点都有可能 造成很大的误差 第七局 马尔涛开球 翻规 开球翻规 好像只有这一杆进球了 然后 向后最优秀 我觉得 就左跳角 二三这个地方啊 虽然是个集团 但同时也是个屏障 小峰 很有可能选全色球 然后到那个地方断杆 你这两位老将目前的这个风格来看啊 可以 如果没有特别合适的角度可以开的话 可以走到里面做一杆防守 四二不到位 他的本意也是应该是交四 然后来处理一下 往后 这杆球 我觉得应该先处理上方的球 上方的这两颗球 就衔接起来 不是很容易啊 哦 这回是 我夺君子之父了啊 他没有叫到然后附近 然后推一下啊 他是 因为刚才这个球 他笑这个球是想K的嘛 但是你说的那种方式是在有些时候可以那样去选择 嗯 力道是不是太大了 这样白球距离太远了 很准确啊 现在可以 右上角底带应该有下吧 但是母球的分离角度会不会有摔中带的可能 下低竿 这个线路 有点太过线路了啊 然后那个对于 目标球的进球点 打的不是很准 这样看看12号球这个角度 可以打12叫14 然后14叫9 11这样的损序来清台 打的有点厚 然后力道有点没打出来啊 哎 他如果再薄一点 可能能多弹一点点 他这个低竿这个位置啊 就是从刚才他出竿这个动作上来看 应该说这个动作做的不够完整 哦 这个动作方面 对 这个 尽量不要去借球啊 因为借到球以后 5号球有可能会形成障碍 或者是 碍眼 这样的球 他不借呢 可能要觉得角度大 9号球中带 保带 要打厚一点 轻轻的借 如果借的话要非常轻 向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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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第七局 马海涛胜比分4比3 从前面的七局就来看 互相都有些失误啊 在进攻方面 思路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是不是单败的比赛啊 双方的压力比较大 而且最后一个时段 马上就抽签了 尤其是你马上就抽签的 这个时段啊 可能会想了比较多 对 因为两个人谁赢最出现 第八局 乔峰伟开球 还好 这杆有球入带 终于是有球入带 而且没有犯规啊 从目前这个球形来看 一定是要打花色球 12 然后打 12号球吧 上面是12 12 然后用11 11库来调整 这个推的重了一些吧 可能补救 还好 有15可以先打 我们看 就是说 这杆11没有叫到 虽然15能打 但是整体的思路 就要改变了 因为要围绕着14 这颗难叫的球来 对 然后你上方 还有一颗孤立的球 硬登过去吗 轻的 叫10号再挑 这个局面 现在看着 看着都有下球 但是说 结合起来 并没有那么简单 现在14号球 只能是轻推 有点直 就是这个角度的中带 发力是很难进的 这样11号球成为难点 最后打一个保球 但是他也很尴尬 如果9叫11 你怎么能保 就那么寸 这3号5一定不会挡上 角度又合适 所以只好这样 好球 看看力道 应该没问题 最后挑回来了 8号球 8号球几代 第8局常会有 4比4 层上在第一个时段打拼 休息一会儿 在后间 接到他负一局 乔是台球桌 央视中市八球国际大师赛 指定用台 全国两千家高端台球 俱乐部的选择 乔是台球桌 大家好 我替我 乔是中市八球领导者 乔好 装修材好 哥俩好环保交 健康又环保 享受好房子 就用哥俩好 哥俩好 好 从点点滴滴做起 中国殖民商标 你可有许多选择 但冠军只有一个 野豹球杆 专注黑巴 赢家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长春 我在明镜 我在陕西 我在初遥 我喜欢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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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喜欢乔是 大家跑 不是习惯 乔是中市八球领导者 乔是台球桌 央视中市八球国际大师赛之定用台 全国两千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 乔是台球桌 乔是中市八球领导者 乔好 装修材好 哥俩好 环保焦 健康又环保 享受好房子 就用哥俩好 哥俩好 好 从点点滴滴做起 中国殖民商标 你可有许多选择 但冠军只有一个 野豹球杆 专注黑发 赢家选择 可以开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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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继续 第九局 马海涛开球 休息之后 继续来看双方第九局的比赛 前面八局两个人打得都比较紧 比较小心 看看经过短暂的休息 两个人是否能调整好状态 谢谢大家 小号球的难点是 右上方的三颗集团球 中间的五号球 但如果真的就这么选掉的话 这五号球怎么办呢 现在可以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 可以包干推三号 然后留七号的一裤 左侧一裤来K五号球 就是说推一裤起的少一些 在边裤吃一裤来直接来K 他把七号打掉了 虽然把四号和六号球解开 但是说这个五号还是很尴尬 如果是按照辉哥说的 三 七去K 虽然真的不一定能K出来叫到五号 但是比如说运气不错 有六号左下角也可以 现在这个五就有点 不是很好处理 像大冰瑞恩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来救自己了 那现在看一下六号球的角度 又要强拉去K吗 这个低竿 选择用三号低竿来K的话 真的很难K出效果 因为还有个中带带角 嗯 如果你母球的轨迹 是途经中带带角的位置就有可能K不到 刚才六号的角度啊 我不敢保证百分之百合适 嗯 会不会可以考虑 就说抬高一些杆尾打高杆 六号球近百就跳过障碍K五号 可是上方有个十号球 十号球挡住了刚才你说的那条线路 如果从十号的左侧来过的话 那旋转 旋转应该是不够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直接跳过十三 就是打进 没有那个角度 跳过十三 没有那个角度 直接来K没有那个角度 这样我们看 现在五号球就 控制了整个进攻的一个局面 中断了 很容易中断 这样还是很被动 只剩一颗 对 可以打十四号球 利用十一来做一个安防守 五号球中带 没有解到 放归 比赛时间以国半 自由球 这个球形可以直接来进攻 也可以继续选择防守 一半 他现在的打法肯定是说 把一个自我球把十号打进 顺势把五号踢到库边 然后再把 左侧的 踢进库边的九号球 打活来防守一半 也可以 其实我不建议他这么打 先打九号来防守一干 直接摆九号或者怎样 先把它解活 刚才这么打也可以 但是把五号踢到边以后 应该先把九号打活 你看这样的话 容易 因为刚才那五号前方有颗球 挡住了五号右上脚顶带的进球线路 是的 这样的情况下有扫库可以来挂五号 左侧的薄边进球的线路 但是他没有选择 力道不错 再来挂五号 再挂肝 如果 可以低肝来浇九号去 力道是不得重 再来挂五号 推干右侧的旋转 推干右侧的旋转 叫九号球 选择来挂五号 现在 现在这个九号球是有压力的 因为你打九号就肯定要交黑球 交黑球的过程中 如果九号一旦失误 容易给五号球留下机会 就叫五号了 对 灰哥是不是最近斯诺克打得多呀 八号球中的 竟然管八号球叫了个黑球 还是做过什么跟斯诺克有关的事情 有解说过斯诺克最近 这么大力道 看运气 小方伟胜 比分五比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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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看乔宏伟的冲球局 这根凯球力道不错 但是好像 进攻局面不是特别理想 13号球右侧中担 13号球中担 只有K到4号和9号要看一下运气 看运气 运气不是很好 那么经过他的一K呢 现在全色球的位置也非常不错 选择12号右上角的顶带 争取即使打不进的情况下 要挡住代口 看3号有没有漏吧 如果挡住了 算是应该质量相当不错的防守 10秒 5 延时 选择 力道不错 还是厚了一点点 10秒 4号球几代 4 3 2 现在有9号船 15号球进攻的机会 这样还是要继继续做防守 用9号球带掉4号球 看看给白球放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 选择用白球来带 但是非常遗憾 9号把23给解开了 否则这个地方会留一个传球 看看3号球 选择打3号球高杆 是不是能处理一下右上角的6号球 10秒 很运气 这些老球手打起球 明显不如年轻的选择 进攻的杀伤力大 而且年轻选手非常敢拼敢打 这个应该是留下机会了 现在可以打7号右侧中带 然后用1号来调2号 6号这样的顺序进攻 1号球好像留得有点直 直也没有问题 低竿一酷还是先叫2号球 还是有一些角度 我这个球只要是中低竿 尽量避开9号球就可以 低竿右赛 低竿右赛 低竿不要太重 10秒 没问题 敲得非常舒服 第10局 马海涛胜 比分5比5 比分比较焦主 基本上每一局 我记得乔凤 我记得乔凤 我也有过一个 比较坎坷的诈青 除此之外 每一局基本上都是中盘控制 这个阶段多一些 谢谢 马海涛开球 这个大力冲球还是没有球下 裁判应该是回头确认一下是否失机啊 跟这个记录裁判 这个局面可以打10号中袋啊 10号顶下5号球 低杆顶下5号球 我觉得比较好打 效果貌似也不错啊 但是就是不管是11啊3啊 这个球现在难点就在于3号 但是如果要是选择花色球 那相对可能会容易一些 像右边边窟的12号就叫到的话 11号球右侧中袋是可以通过的 那这样的话3号球就成了负短 又3号球的附近 没有球可以比较简单的能K到 要选择防守 继续保球进攻 看看白球 白球 最终还是没做住 很可惜啊 虽然花色球进攻的线路就已经很清晰了 相对会简单一些 对12号球 然后11 10秒 5 4 3 2 1 这样11高杆推 然后母球可能要碰到3号球的包边 然后顺势上去叫到14号球的中袋 用14号球叫10号 不过要小心 好球角度非常好 但是它是左手 左手这个球打起来会稍微有点够啊 也还可以 这样15 15 9 13 中低干发带力 这个角度要选择吃一裤起来 这个角度要选择吃一裤起来 非常好 非常常见的篮球叫粉球的一个线路 对 第11局马尔涛胜 比分6比5 好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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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局 乔峰伟开修 这杆球冲得非常散 然后球形也不错 这个局面可以选择6 1 2 这样的顺序来进攻 这开高单位看准度 没问题 中低竿右侧的旋转 然后移库来较两颗球的位置 看看角度 这样的话可以先打七号球 两库出来 再较四号球 这样七号就八号有些困难 右上角 右上角底带还够 八号球底带 好球 第十二局 小锋伟胜 一分6比6 开球星台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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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 第十三局 马爱涛开球 看目前两个人的比分还有这种状态 两个人应该是打不到 像是打不到十一局 时间应该还上下三十来一分钟 四十分钟 虽然有球下 但是还是不是很好选球 十号钟带有没有下球 十秒 五四三 延时 他会不会是想选全色球 如果你觉得全色球太好 你不想选掉花色 十秒 那就破坏破坏 五四 拼底带 看看运气 白球 从白球的尾速来看 十号球好像左侧钟带应该可以通过吧 有点悬的 要不要船啊 他看了一下船的这个角度啊 还是没有 这样两个人又进入到防守阶段 如果五号球有下的话 三号球几代 这个球刚才如果五号球有下的话 建议应该打五号 进行突破 选择把母球粘到五号球上 有一种三球贴的感觉 因为最后是五和十四都微微晃动一下 贴球 十四可能不贴 这样可以选择用十四把六号打到枯边 进行放手 十四号球中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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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有点厚 这个球如果进的话还是有进攻的 可以打到二号 然后来寻找线路K6 也可以叫六号球的翻弹 都可以 但是打起来会有压力 前方位 我感觉他也没有想把七号打进 就是进了呢 我就打了 总不是进了还不打的那种 那就会暴安全机打了 但是不进是为啥 想打一个后手 你不要这么近了 白球的位置就不好了 你这稍微慢了一点 那这样应该把七号打进 然后选择用二 再把十三传进去 挡住十一 从某球的角度来看 不是很好 十一号球几单 十秒 五 四 三 十 十秒 六号球几单 五 延时 现在这个局面 不好意思 六号球进攻起来是个负担 乔宝也选择一顾翻 他准备把十一破坏掉 看一下六号球的运气 刚才这根球我觉得不应该翻六号 应该打二号选择来进攻 那么对方现在这个球位这样打起来 一旦 一旦说运气差一点的话 那对方还是先上手 其实刚才这根球如果进攻的话还是有机会能停台的 就是先打二号的这一个啊 对 先打二号来调整五号或者叫三号 马海涛 马海涛这根球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啊 就是母球走位不是很到位 这个十号就应该较直 这种角度呢 六号球会有影响 容易碰出来了 十号球几的 选择低竿减利的这样的打法吗 就怕出问题了 如果你给力呢 他就是说碰到六号球以后改变方向了 就会很困难 很尴尬 如果你低竿减利呢 又害怕打得太软 因为目标球离带口太远 走下角黑八像是有几啊 看他如果这样选择的话 还是不够 还是以防守为主 只是抱一下 那么现在看二号球 应该是有进攻 六 哎呀 五号球几的 嗯 打后了 像14号球还是有解救线路的 但是这个位置跟刚才乔宏尾那个就不太一样了 14号球中弹 这个就可以选择顶库来接 贴着六号过 然后抬高一点杆尾 右侧旋转 如果解禁还有机会叫到八号球 保持安静 杆尾稍稍抬高一点 没有颜色 三 二 一 好球 两个得 哎 没查到 犯规 应该是这个读秒声 让他 有点 特别着急了 这个球一定要挡住14号球中弹的线路 这样是非常稳妥 好球 好猛 这个球翻得很果断 有很多神球都是逼出来的 对 比如说我记得某位黑龙江球手 打了一个距离特别远的界下 11号球底带 辉哥还记得是哪一位吗 十秒 这杆球发力有问题 不应该选择这么大的力道 而且动作感觉有些变形啊 嗯 就是瞄准了 稳稳的 正常的 正常的发力的动作去打 这样进球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五号球又被挡住了吗 六号球中弹 十秒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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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力道 有些贴裤 还是很麻烦 建议这个球去顾进就好 我建议是擦个白球轻推 还是要发力来打 轻推的话 在这种比赛过 特别紧张的状态下 容易打软 这回来擦一下 这回他想推了 这回没有必要了 第13局 乔峰尾胜比分7比6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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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顺势来叫到三号 也是不错的选择 六号球中的要有四号作为备用 要能过八号 他选择横到右边去要这么大角度 这个力道稍微大了一些 好球 这样还是建议先打四号啊 四号七号 也可以打七号四号叫五号的右上角顶带 当然两种选择都可以 看角度啊 其实现在白球位置 如果打四号呢 就是叫七号 用七号叫五号 就是左侧的中带 这一关就很关键 这个球应该是 力道有些轻 然后 推杆太多了 就是点位打的有点高 有没有一库 从八和十一之间钻过来 像五号右边中带的线路 这个线路应该是有的 但是比需要比较精细啊 他选择右赛 还是继续选择刚才的打 还戳得住啊 控制到这里还是不错的 已经不错了 这样可以吃顶库横台过来 他是想选择叫黑巴 左下角的底带吗 五号球中带 这个八号球一定要稳稳的推进 好球 第十四局马尔涛胜 几分7比7 在这个时段的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将进行的是第三阶段的抽签 排名一至十六位的种子选手 会入位啊 跟此前选出的48位选手 组成64人大名单 在打第三阶段 而明天开始就会是第三阶段的比赛 时间段是一天四场 九点下午 一点 四点 和晚上八点 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外加购物中心 乔石碑 2015中式把球国际大师赛 分战赛北京站 当然辉哥也应该是十六强之一 也祝你明天 是的 比赛有一个好的发挥 第十五局马尔涛开球 这个话听着像结束语 其实根本还没结束 哇 咱们刚七比七 这根开球 还是运气不错 最后一个运动的球 进了 球在运动 别动 这个局面还是要打小号球 七号球中带 看看母球的控制 打花色球 十二号球 他发这么大力 是想干什么呢 现在这个 十二跟九 是一组 但这一组 有点太难了 他是想直接选择 十号球 来K三号球 还是 我没太看懂 我把这个 五 四 三 选择直接来叫 十三号球 来K九号球 是 这个球 打的 稍微有一点偏差 因为力道比较大 所以没有进 其实不太看明白 这个为什么要选花色球 局面非常开阔 七号球交到四号球 推力道 然后四号球交一号球 一号球交六号球 由于这一杆角度不是特别合适 也得看他推出来是个什么位置 一六 三二 这样的顺序来 进攻 六的角度 六的角度也非常不错 可以小推也可以定在那里 但是定在那里 要考虑身体的位置 爬下去以后打的 这个十四号球 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 八号球 八号球几代 第十五局 第十五局 乔峰尾胜 比分八比七 这让乔峰尾领先一局 我会认为八号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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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第16局 小锋尾开球 第16半球 究竟是还能占平 还是说分差变成两分 时间不多了 还剩下大概20分钟 如果这个时候9比7领先两分 再加上这一局的时间 剩下十来分钟 那优势还是很大的 对 就容易追不回来 10秒 是选择6号球吗 11号球有下 那这样这盘球 还是一番比较 纠结的球 应该是 海德尔中盘 有防守阶段 15打进 然后选择把1号球传进 做一根防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实在不行就进攻吧 延时 这个球 因为现在是他俩的比分是7比8 这番球很关键 他还是有点不太贸然的进攻 这边还没有打到二号球 这个有包带啊 这个在进啊 也是不错的啊 这个球可以打12叫9号啊 嗯 嗯 这边还没有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母球的位置 看母球的位置 啊 这看球运气不错 相当好的位置 好 我们看杨帆也在 看TV台的直播 应该在TV台 对 因为就是在平边 小流闯虽然是 一闪而过 但那侧脸还是被我认出来了 刚刚在上一场的时候 我跟勇哥也提起过杨帆 嘿 打游戏机的有些习惯 跟打海球一模一样 那现在是不是有进攻的机会 13号球右侧中带 可以选择低竿 一扣来叫12号球 10秒 选择防守了好球 好球 这样 要注意到9号要细致一些 别看9号在带口 但是说 能叫到的区域 你怎么会有点 我说 你这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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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可以叫黑八 右侧中带 选择一个出来 漂亮 八号球几代 这样比分扩大了两局 现在还剩十几分钟 有可能是十三四分钟 十四五分钟 现在打满八局 要继续休息 咱们也是待会儿见 五分钟 精彩猪十八球国际大师赛 继续品商店 淘宝搜索 同时八球大师赛 选择球是怎么回忠诚 乔士反应的 乔士是哪 都在打乔士球 职业选择对乔士实用 乔士球打是最好的 我特别喜欢在乔士球打上打球的那种感觉 感觉就是一个特别爽 我在里面 我在沈阳 我在福城 我在长春 我在冒龙 我在陕西 我在澳楼 我喜欢桥市 我们都喜欢桥市 大家好 我是一关 桥市中市八球领导者 桥市台球桌 央视中市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 全国两千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 桥市台球桌 大家好 我是一关 桥市中市八球领导者 桥好 装收材好 哥俩好环保镖 健康又环保 享受好房子 就用哥俩好 哥俩好 好 从点点滴滴做起 中国殖民商标 你可有许多选择 但冠军只有一个 也爆球干 专注黑八 赢家选择 我考热又一个人 是什么 于是什么 我考虑 vos 气怎么 是什么 我考虑你 我考虑你 ……我考虑你 我考虑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赛继续 第17局 马海涛开球 开球球近 基本上 虽然是全色球靠库边多 但是挡的一时分 所以这个1号还是可选 什么5号应该是有下球 而且2号也可以针对6-7 做一定的处理 马海涛还是想选 边固球少的 花色球 但这一段也确实不白打 他把5号球挡住了 这个时候花色球就真的是比较好 皮头用的比较薄 比较平了 可以 效果算可以 9号球在5-7之间似乎能有打 另外在8号上面也有可能有打 所以可以通过较位来解决 乔峰尾的皮头这个弧度啊 是一个比较是中的弧度 而且边缘好像是剩下个三四层啊 属于皮头状态比较好的一个阶段 同样是一个皮头的直径 如果你的弧度摸的比较平 在打一下强烈强烈的干法的时候啊 10秒 可以瞄的离白球中心更远一点点 真的是一丢丢 如果是比较 拐弯比较急啊 比较凸起的这种皮头形状 那么比如说滴干的时候 就不要瞄的太低了 10秒 效果相当之好 这盘球再拿下的话 虽然说是理论上还有时间啊 但马海涛是凶多技少了 直的话就强低杆 这种低杆打起来比较爽 刷也能拉回去 也够用 怕自己拉多啊 这个技术能力完全可以多拉 第十七局 乔宝伟胜比分10比7 而录下来